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年客人要福利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今年調查團隊打算發福利給你們 看看你們喜歡吃哪種的月餅 送給你們 當然是今年公司一定要發商品百年紅 廣式傳統月餅 廣東人有什麼可能不吃百年紅月餅 好香 你看你看他只餐那麼多油 是吧 他們都不一定好啊 脂肪膏 要我看 來一下 一口童年都可以全都可以 你說你童年那些肥燙雞嗎 你看你幫你吃的那種燙 豆腔那麼膩一點都不好 年輕人吃的就說美食家 都是怎麼給債的了一下 那月餅不都油油的啊 甜甜的 那你就拿一種好 給我家這種冰皮魚餅最好 現在不是追了 而且他口感一點都不會膩 還有呢 就是這種水果月餅 因為他吃起來是很清甜 清甜的 那幾個多下 吃水果月餅 那些食物都會有問題 別傻了 水果月餅 水果是哪裏的果材 何況月餅再加水果 哇 那些糖都很不得了 老人家真的不好吃 別傻了 別傻了 不會吧 怎麼沒人選五人月餅 我去五人體育室啊 我去三年人 五人 我不要跟你做朋友 我不要 鹽三鹽四的 你又說肥 那個又說糖分高 又說這個不好吃 又說那個怎麼樣 算了 那你不好啊 說那個妖怪餅 那你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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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沒有你飯啊 對 話題唱那說 如果是我們把一種食品 在這個長期 或者是經常使用的食品的話 我們可能對它的是否是健康 或者是是否是垃圾的食品 我們可以看得比較重要 但是呢 對於夜餅這些類的食品 它只是一個硬結性的意思 那麼這種情況下 短時間內 或者是说我们偶尔能够见识一下 可能对它的那种质量 或者是说我们对它的安全性 或者的营养性 我们要求不是说太过的面科 那么总体来说 叶饼是一个烧烤 脑脂肪的一个食品 如果作为一个硬结性 偶尔是一点 可能对身体的营养并不是很大 但是你说像我们平时的大饼 或者是面膜这样长期使用 有点多强烈是否好几次 月饼的饼皮大和分是由面粉和糖浆油合而成的 所以涂上大量的猪油 或者是烤酥油而烤制不成 月饼的馅料传统的有原油豆沙五仁 新品种的有水果馅 雪糕馅 朱古力馅等等 本色虽然是五花八门 但是总体口感都是一个字 大文豪苏东坡曾经以小饼 持着月中有酥和仪来赞与月饼 导出了月饼高糖孤入的特点 哈啰 各位观众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嘉嘉 过中秋怎样少得吃月饼呢 但是专家都说月饼就不算是一个 比较健康的食物来的 但是过中秋才不吃月饼 又怎样叫过中秋呢 所以说怎样吃月饼才可以吃得比较健康呢 还有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月饼买 那哪一种才是含糖量和脂肪含量比较低的呢 那怎样吃又可以吃得更加健康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一一搜查一下 参与中秋有掌问答有机会获得送礼鸡品 本期的问题是以下哪种月饼糖分含量最高呢 A 伤枉白莲蓉 B 豆沙月饼 C 冰皮绿豆腺月饼 D 水果月饼 答案在本期节目的内容当中 带着问题 跟着我们一起展开调查吧 水果吧 觉得现在的月饼应该都没什么很健康的吧 如果说健康的角度呢 当然是豆沙 豆沙的白莲蓉 应该是乎人吧 水果的吧 应该都是那种双黄白莲蓉 豆沙吧 大家看看我现在手上拿着这个月饼 我只是拿了一个短短不够10秒钟的时间 你看看 我的手已经是油粒粒 肥腾腾的 你看看多多油 只不过月饼如果要煮得好吃的话 在制作过程当中 就自不然会加一些枝油 烤酥油 吃下去口感才可以更加顺滑 如果说吃得多这些油脂过高的食物 就会令我们胆固醇升高 而且我刚才还看到一条新闻 过了中秋之后 去医院受伤的人就多了不少 加一个中秋的时候吃得太多的月饼 大部分的月饼的脂肪胆固醇含量比较高 进食得多的话 会增加肠胃 以及心脑血管的负担 吃不沙又不舍得扔 中秋之后月饼频频频繁 调查员从各大医院了解到 一些市民因为不舍得扔剩下的月饼 又担心保质期快过 干脆拿过来做早餐或者宵夜 因此又不少人因为过量食用月饼 而导致血糖以上 数十名严重的患者还入院治疗 还曾经有过老人家 因为一次性吃了整个月饼 而导致心机感失入院抢救 月饼里面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 不肥不肥不肥的 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类型的月饼 到底哪一种脂肪和胆固醇会是最高的呢 我自己个人猜 就应该是这个双磺白面容 大家试想一下 本身一只蛋黄都已经够高胆固醇了 它还要来双磺 有两只蛋黄 而且它在烤一只月饼的过程当中 还会加入猪油或者烤酥油 油水加油 胆固醇还会最高的 而另外我觉得最低的应该是冰皮月饼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种油清鲜的感觉 不过这个都是我自己猜的 不知道当中的脂肪含量和蛋黄素的含量 最高的又是哪一种呢 我们马上进去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食品化学专业的实验员 首先做的是月饼脂肪含量检测 将药品放入硕式提取器中提取脂肪 在提取的过程当中 我们观察到 商网白面容月饼的过类子上面 已经泛出了黄油般的液体 看上来蛋黄的油脂真是不少 招下来整个提取的过程要持续四个小时 看看最后 是不是好像调查员所预料的 商网白面容的脂肪含量是最高的 四个小时过去 实验结果令到调查员大跌眼镜 五个上天的月饼肿类当中 脂肪含量最低的是水果月饼 只有9.8% 其次低的是五人月饼 是摘百分之十二亿的 脂肪含量前三年有 第三名豆沙月饼是摘百分之十八点六五 第二名是商网白面容月饼 摘百分之十九点二 慢慢猜不到的是脂肪含量最高的 居然是冰皮月饼 足足占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八 那么多 调查员完全被小青身的外表压到 我觉得最低的应该是冰皮月饼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种尘清新的感觉 人算天算不如科学计算 冰皮月饼原本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 它不同于传统月饼 传统月饼的皮料 多数都是高糖高油 经烤制成金黄色 而冰皮月饼一改传统做法 不用烤制 饼皮柔软结白略有透明感 所以不少人就以为冰皮是属于 环保健康类食品 在身这么清新素雾压的冰皮月饼 为什么会拆出来的脂肪含量 反而是最高的呢 那么冰皮月饼它的馅 在不加糖或者是不含油的情况下 你的口感是非常差的 你要一定糖和一定油的配合量的话 你吃起来才会有一种柔滑的感觉 所以这种加工方式 在这个过程之中 它一定会添加一些糖 或者是脂肪类的东西 事实上冰皮月饼不论是皮料和餡料 都是要通过添加食用油 令到口感香滑的 营养专家提醒大家 冰皮月饼虽然在生产工艺上面 和传统月饼是有所不同 但是实际上 营养成分都是相差不大的 同样都是高热量高脂肪的食品 接着我们还做了五种月饼的 胆固醇含量检测 实验结果显示 相网白莲用月饼的胆固醇含量是最高的 其次是饮饮月饼 我们知道从蛋黄本身来说 它就是一个高胆固醇的一个食品 那么它添加到叶饼以后 胆固醇在生产过程之中 是不会损失的 所以呢 双黄或者是蛋黄的叶饼 它都会有比较高的胆固醇含量 五人叶饼呢 可能会添加我们所说的叉烧啊 或者是带肥的肉 这一类情况进去 那么这个情况下 会带入一定量的胆固醇 将月饼摆入口里 第一感觉就是甜 所以说将月饼定议为甜品 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之前大家都知道 甜食多了很容易会发肥的 而且对于那些糖尿病的患者来说 无疑就是一种致命的食品 到底吃一块鱼饼落肚 相当地吃了多少糖分呢 好了 那现在桌面上 就放着五种的月饼 有些比较传统的 有些是新盐发出来的 好像比较传统的 就有双果白绵容 豆沙和鸿仁的 而新增的就有冰皮月饼 和水果馅月饼 到底哪种月饼的糖分是最低的 最健康的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盲測实验 有请我们的道具 事业者 Hello 在开始实验之前 豆豆先吃一粒糖尿 以这粒糖尿的甜度为 五粒星的满分标准 接着他将一一尝试不同的月饼 将它们的甜度打分 要豆豆蒙着对眼盲測 是为了避免他通过 视觉和内心的喜好 来影响他味觉的判断 豆豆品尝的第一个月饼 是伤枉白绵容 刚刚的那个甜是五分 这一个是几分 两分 两分 就是不怎么甜 对不怎么甜 白绵容似乎是一般般甜的 只有两粒星的甜度 接着试一下五仁月饼 对啊 这个同的甜 五仁只是一粒星而已 而且看来豆豆皱散眉头 看来五仁真的不适合连轻人的口味 对啊 接着就是豆沙月饼 三个 豆沙月饼拿到三粒星 目前来说是志愿者认为最甜的月饼 然后就是冰皮月饼 一分啊 也是只有一分 对不对 最后试的是水果月饼 它是好甜啊 有多甜 四分 试完姐大叫一声 好甜啊 打了四粒星的甜度高分 盲测之后 它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最甜的有四分的 就是这个水果味的月饼 而第三个就是豆沙 它打了三分的 而其次呢 就是这个莲蓉的 是有两分的 最不甜的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冰皮 一个是五瓶的 但是豆沙月饼的味道 都是它个人的粉冠 它本知豆沙月饼是很美味的 所以我们决定 都是将这些月饼 拿到一个专业的检测机构 去检测人的确实 看看哪一个是最健康 不是默默最低的 实验完先提取不同的月饼样品 再把它溶于水 不停地搅拌 再不停地搅拌 再不停地搅拌 好了 差不多了 那就拿一点出来 放入浙光度宜当中 然后通过观看这个小孔 就可以知道 每种月饼的借糖含量 到底是多少 杨老师 哪个月饼的糖分是最高的 它的含量量有多少 在我们刚刚检测的五个样品里 含量最高的是这个水果 它的含量是3% 那其次的呢 其次就是豆沙 豆沙是2.5% 跟着就是冰皮 冰皮的糖量含度是1.5% 接着就是5人 5人是1% 雙网白莲蓉是0.8% 所以说在所有月饼当中 雙网白莲蓉的糖含量 反而是最低的 对 通过检测五种月饼之中 遮糖含量最高的是水果月饼和豆沙月饼 这个和豆豆盲渣的结果不谋而合 糖尿病患者要注意了 吃了以后容易令血糖升高 而有肠胃疾病或者是蛀牙的 都不易食用的 会增加病情加重的风险 吃叶饼的时候 搭配吃水果 喝茶 热茶 或者是说温一点的茶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胃 使我们的胃酸分泌不要太过于厉害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减少我们可能出现的一些胃痛的一些症状 这种我告诉你 不要说了 我已经找到了最好的月饼 我看公司等等写就可以发这个了 无糖月饼 怎么个无糖法啊 你看你看这上面写了 无遮糖未添加白砂糖 我去买的时候很多人买的 特别是好我们家特别多 记得我堅死了 而且我平常买的那个月饼啊 10块钱一个这个要18 哇,18块钱,我买了好几个呢 还买好几个,我可不可以尝一下 尝吧 嗯,怎么了 到时候我跟你说,你被骗钱了,18块钱一份了 好甜啊,比平常那种有糖那种海甜 你肯定被骗了 但这个说起来,你叫糖吗 糖分涉及过多容易变肥 对糖尿病人来说,还可能会成为致命毒药 所以近几年推出了很多的无糖月饼,号称不添加借糖 那这个无糖月饼是否真的不含糖呢 我们再次进行检测 姚老师,之前我们不是送了一些无糖月饼过来吗 那是不是真的无糖的吗 在我们刚刚的检测里面 我们查出这个所谓的无糖月饼里面其实是含糖的 而且含糖量是1% 含糖1%那是什么糖啊 这个含糖量是借糖 借糖,有没有搞错,上面明明是标注的 未添加借糖是含有木糖水而已 那不就是骗人吗 这个摆明就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各位观众,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要对这种无糖月饼提高警惕 就算市面上真的没有添加借糖的月饼追求健康的人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放松警戒呢 我们的叶饼在制作过程中 它肯定要用淀粉来做皮 医学的概念上它是一种糖类 那么它经过我们的消化分解 最终到我们体内它可以变成葡萄糖 那么你说的这种无糖液饼就是说只是 无则糖的食品而不是说医学上的无糖食品 这是有区别的 现在市场上卖的所谓的无糖月饼 只是不添加借糖和果糖 等这种大家尝试到的狂类而已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都是不宜多食的 而且无糖月饼当中的木糖尽是不宜被人体吸收 食用过量都容易引起複石 你说无糖月饼不可能没有糖的 只要是月饼吧它就一定有糖 不过专家也跟我们讲了 这无糖月饼老人家还有糖尿病的人也是可以吃的 不过一定要适可而止 就过中车嘛 意思意思吃一点多 没关系 没关系 就让无糖月饼随风而去吧 真正健康的百分的月饼在这里 你哪里干的 萝卜小月饼 又是什么呀 创新月饼真是层出不窮 所谓的保健月饼 号称营养成分比一般的月饼要高 是拥有保健功能的一种特殊月饼 每年都有热烧的 例如螺旋组月饼 人心月饼 药腺月饼 这些名字都叫得很响当当 但是是不是名乎其实呢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是螺旋组功能月饼 到底它是不是有保健的功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这里表明它的能量是有百分之二十的 还有线食纤维就有百分之十二 两个数字加在一起 几乎就占了一个月饼的一半的营养成分 那是不是就证明它真的有一个保健的功效呢 所谓的保健叶饼 所谓的螺旋枣叶饼 实际上就是把螺旋枣加到叶饼里面 那我单吃饼和单吃螺旋枣 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强求把食物加在一起 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就是提供更特别的功能 我们即使是添加螺旋枣这一类的食物的话 它也是补充一个矿物质的一个需要量 实际上人体对矿物质的需要量 是有一个量的要求 我们也不希望一个叶饼做成整个螺旋枣的样子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一个我们也没办法消化吸收 第二个这个量 即使消化吸收我们也利用不了 它也是纳费 所以它添加了一个很小的量 价格提到很高 那么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 而不是说一个营养的问题 专家提示 不要过分迷信功能月饼 虽然当中含有某些营养元素 但是成分是很低的 仍然没有办法改变月饼高糖高油的食品本性 它的保健功效微乎其微 哎呦 豆腐别烦嘛 我跟你说吧 这月饼呢健康是要吃的健康 你每次吃呢 吃一饼也适合而吃 这量又适度 那你吃多了 什么都变不健康啊 你看我给你自信挑选这一盒 包装又漂亮 而且口感也不错 我听别人讲 就冲这个啦 好吧好吧 那我去寄这一盒吧 寄你要寄哪里去啊 我姐姐啊 我姐姐在印度呢 来来来来 我听你一切用这一盒 这一盒吧 好 走走走走 再用这一盒吧 调查员和豆子 来到市区的一间油局 油局里面摆满了 林萝满木的各种月饼 看来中秋佳节 透过寄月饼来寄托思念的人 都是多少的嘛 你好 小姐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啊 你好 我们想寄月饼啊 寄哪里 请问 国内还是国内 嗯 印度啊 不好意思 因为印度是不能收棄的 为什么 它是国家是种子进口 在被拒收月饼寄件这件事上面 豆豆并不是一个人 每年中秋都不少人想寄月饼到海外 然后无奈是吃法国 而印度都不是唯一一个 不可以寄月饼的国家 在工作人员给我们的月饼限计清单当中 白纸黑字写着澳大利亚 是严禁油机带有蛋类的馅料的 加拿大严禁油肌带有肉类馅料的 这些国家都很多华人 为什么对月饼的油机要求这么苛刻呢 网上有传面说 因为月饼当中可能又有大量细菌 标查员带着一包全新的月饼 来到了六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细菌检测 月饼的检测机构 我们测的是它里面每一刻有十个菌 这是没有超标 如果是作为一个高温性的加工食品来说 那么含有病毒的机会是很少的 是很少的 那么不管是蛋黄或者是我们的肉类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烘烤这个过程之中 一般来说达到一种温度下 病毒的生存量是很少机会的 很少机会的 其实网上的传言太过危言耸听了 月饼在烘烤的过程当中高达三百度 为这种高温之下 什么菌都杀死了 可能因为太多的国家了 它每一个国家规定都不一样 最好就是它亲人或者朋友 在当地咨询了当地的海关 就是OK了 民国可以尽口再寄 如果不是的话 一时因为太多的国家 我们可能会认业员有时会搞不清楚 万一一个测试记错了的话 那对方一到海关 他一收了月饼 没收了月饼 不能退 或者你又浪费了这么多钱 月饼就拿不回 那就是中秋节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最好建议一下 问一问当地 再资讯一下可不可以记载 调查到这里 我们有结论了 月饼是高油脂 高糖分高二量的食品 过节的时候要适当吃一点就OK了 千万不要过度食用 而月饼的种类当中 水果月饼的糖分含量较高 双广白年营的胆固醇含量就要警惕 另外 冰皮月饼同样都是三高月饼 千万不要被外表验错 还有一些无糖月饼 或者功能保健月饼 这些所谓健康的月饼 只是商业脚头来的 老人家小朋友 糖月饼患者 或者肠胃不好的朋友 同样要警惕当中的脂肪和糖分 参与中秋有掌问答 有机会获得送礼鸡品 本期的问题是 以下哪种月饼糖分含量最高呢 A 双黄白年营 B 豆沙月饼 C 冰皮绿豆腺月饼 D 水果月饼 答案就在本期节目的内容当中 上个礼拜的奖品 最会在本个礼拜联系中掌的观众记出 同时要感谢每周一检为我们提供的奖品 这份奖品是他们为节目的热心观众 量身订造的家用食品 安全检测套装 关注生活品质的你 一定不要错过了 中秋佳节最重要是 整家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 坐在一起上下院吃下月饼 知道月饼这种东西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 所以设计不要吃太多了 还有开封了的月饼就不要放太久 如果放得比较长一段时间 就最好不要吃了 如果说你有家人在外国的话 想寄一盒月饼和寄一些思念的话 也要提前查清楚 他的那个地方可不可以寄月饼 免得摆烏弄 还有我觉得过节和平时都是一样的 你有这个心的话 就可以发回一条短信 或者打通电话的话 有些问候就已经非常温暖了 本期节目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了 在这里也要提前 祝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人月两团月 中秋节快乐 拜拜